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的友谊和爱情经历了动荡的上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 故事关于历史和生命忠诚和背叛 剧本中的犹太孩子雅各布 故事来自于真实 一个曾经生活在上海西摩路上的犹太人 那是九十年前的事了 电影美术师王志坚 他必须设计出旧上海完整的城市场景和生活氛围 要重现九十年前的上海 他需要回到那个年代 回到上海的西摩路 西摩 现在的陕西北路 二零一三年 破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阶 繁华的南京西路和安静的陕西北路相交于此 在美术师看来 这里隐藏着关于老上海的一个迷 一个密码 圣诞前夕的夜晚 美术师在寻找雅各布 还有九十年前 那些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 这边是上海犹太人做宗教仪式的一个场所 这边是上海犹太人做宗教仪式的一个场所 建于1920年 那么他建了一个呢 当然这里是用于犹太人结会做宗教活动的地方 另外呢 他也为了纪念自己的刚去世的爱情 1917年 俄国的十月革命 使得很多犹太人逃亡到上海 那时上海大约有四千名犹太人 而小雅各布的爸妈 应该就是这些人的其中一员 犹太教堂呢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课字 在他的教堂里面呢 他必须有一个约会 约就是约束 就是法律 所以约会就是 呈放这个经典 这个法律的一个地方 犹太教在上海 从有七座教堂 这里是保存得最为完好的 十根廊柱围绕的圣殿 六百平方米 曾经占满了虔诚的犹太教徒 九十年前的管道版 犹太教的标志 大魏之星 安然无恙 被脚步磨光的马赛克地砖 只有他知道 在全欧洲都在对犹太人 关上大门的时候 这里的犹太人 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虔诚地奉持着自己的信仰 童年的雅各布 必定来过这里 拉着父亲的手 在赎罪日 祈祷上帝赦免自己的罪过 在念诵之中 他转向了窗户 看到了光 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光明 融为一体 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 击中了他 他快乐地想要飞起来 一下悬晕 他昏了过去 如果你不是雅各布 你不是犹太人 你永远无法感受到 他们对上海 一直以来的感激之情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和魏茨曼 总理拉宾和内坦尼亚胡 都曾来这里参观 前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 也来过这里 追忆犹太民族 在这里的时光 一九二六年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她是公主 生活在一个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里 醒来以后 她把梦境告诉了她的爸爸 一个深爱着她的犹太富商 马勒 马勒决定要按照女儿梦中的情景 建造一个梦幻建筑 1929年 这座建筑开建 花了七年时间 终于建造成功 马勒是在中国的一个金车科贸易商 船运商 造船厂老板 又是个瑞典人 所以这几个特质 把这个建筑能够连在一起的话 我们能评判 这个建筑外观是北欧的斯凯特纳比亚风格 里面的装饰 可能跟油产有比较多的关系 走进去就失去了时间 不知道是置身于上海的土地上 还是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游轮里 像迷宫一样交错的长廊 无穷无尽的通道 周围镶嵌着奇怪动物文式的木雕 镜子是魔术的一部分 美术师看到了奇怪的另一个自己 他生活在九十年前 这里没有方向 没有结束 生命 没有尽头 水晶灯照亮了他自己 可囚禁在此多年的马 幸运并不一直跟随着小女孩 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后 日军侵占上海租界 1941年 马勒一家被赶往犹太人隔离区 这一个爱和梦幻的城堡 被改为日本军人俱乐部 女孩和城堡从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后来马勒带着女孩离开了上海 他们去往何处 他们的命运如何 历史书上再也找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信息 也许在这里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铜马 还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吧 到了1927年的时候 陕西北路的建筑渐渐多了起来 一个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人 如果出门散步 他会看到脱衣住宅 大同礼 自在礼 荣宗敬故居 平安大楼 西魔教堂等等 但是如果是在1927年12月1日的晚上 他散步经过这里 他会看到这家门口戒备森严 有很多名流在这里进进出出 这个神秘的篱笆墙里的房子 深藏着一段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婚姻 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花园洋房 它是宋氏花园 它主要建于1908年 然后是一个典型的英式乡村别墅 然后我们这座花园的总面积有660平方米 然后自从1918年宋耀如先生逝世以后 然后他的夫人倪桂珍就带领着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然后牵到了这里 这边的话有一个照片 简单的话就是宋氏三姐妹的 当时的话宋庆龄中间的是宋庆龄 左边是大姐宋爱玲 右边小姐宋美玲 几十年前的设置仍然保持原样 书也是当年的旧物 然后我们这边呢 是当时宋美玲使用过的钢琴 然后这个是宋美玲当年的心爱之物 然后这个剑呢 全部都是象牙剑 现在的音还可以弹 1927年 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和发妻毛福梅离婚 12月 他在这里 以基督徒的身份 迎娶了宋美玲 客厅 这里是举办婚礼仪式的地方 客厅里铺着红地毯 四处摆满了花篮 身穿黑色燕尾服的蒋介石 和银白色旗袍的宋美玲 在这里宣誓结婚 当天晚上 宋家在这里摆下宴席 款待亲朋好友 此后一段时间 权倾一时的军阀 政客 商界大亨 纷纷在此出现 民国史上的诸多风云大士 曾经在这里决策 1949年起 这里成为宋庆龄创办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活动场所 1949年3月 这里曾经住进过 一百多名躲避战乱的儿童 直到现在 他还是神秘的 高贵的 他的故事 并不需要和别人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紧挨着西摩会堂的地方 美术师王志坚 刚刚结识了一位画家 姚善一 他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出生于1950年 那个时候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 那时候就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 那个那个放了以后 那时候 报上有几点钟可以看到 我们就在阳台上看 那个卫星慢慢慢慢的 这么过去 对对对 晚上 那个白点 对 很小的那个白点 慢慢从往西过去 五七年大概是吧 五六五七年 很早的时候 在他出生的前三年 刚结婚的抗战名将 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 陈湘梅夫妇 从百乐门跳舞归来的夜晚 也许会经过这里 在他出生前十年 太平花园里生活的犹太人 曾经和这楼房里的中国人 一样的多 1938年到二干结束 大约有三万犹太男民 从欧洲背井离乡 逃离到上海 其中有一小部分犹太人 幸运地居住在太平花园里 电影中的主人公雅各布 和他的中国小伙伴 他们一定是在这里 结实 玩耍 成为亲密的朋友 厨房间烧菜的香味 上海话和德语 俄罗斯语 在走道里此起彼伏 妈妈们喊着孩子回家吃饭 穿着西装走街串户的犹太商人 趁机推门向主妇们 兜售自制的肥皂 这时候雅各布骑着扶梯 尖叫而下 台阶上的孩子们大声地欢呼着 这座还活着的建筑 他一定看到了好多的生命和故事 和二七年相比 一九四一年的时候 陕西北路上又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建筑 后来成为词书出版社的河东公馆 西摩路菜场 南阳公寓 华业大楼 剧本中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 他们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了 雅各布被驱逐进犹太隔离区 而他的好朋友上海兄妹 却从事着秘密的文化保护工作 这个故事有他的原型 画家姚善一恰巧是当事人之一 著名国画家潘君诺的弟子 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客厅兼画室里 姚善一讲着一个叫云启楼的故事 四一年台北洋战争以后呢 这个日本人就进入租界了 那么当时就是好多这个南方的那些 有钱人家 因为日本人入侵以后呢 都到上海租界来了 那么他就开始把那些字画 珍贵的这个图书啊 就开始抛出来 1942年 在和马勒别墅相隔不远的弄堂里 有一间被称作云启楼的古董店 开张了 那么当时就评了这三个人 一个是刘伯年 他是年纪最大的 还有一个是半君诺 还有一个游启楼三个人 那么所以就是 所以说云启楼三客呢 就是这三个人 这三位被称作云启楼三客的年轻人 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国画大师 这张是他们三个人 这张是他们三个人刻画的 就是刘伯年 刘伯年轻人画的柏树 这张房曾经是云启楼的柜台 现在这里还住着一位先生 他的父亲李嘉本原来是云启楼创办人的私人秘书 这是他们集体创作 是没完成的东西 我看他很舒服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是那系统里给来了 这是什么呢 像个清明上河头一样 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日本人来的时候 他们不做事 日本人走了投降了 出来做事的 所以就是到了四五年 云启楼就关掉了 那么这些灯啊什么东西 都是原始云启楼的东西 这闭灯是云启楼 门也是 比如我的门 云启楼的另外一个秘密 也将揭开 云启楼的年轻人 既是三客 也是四友 是那个时代 艺术青年的生活缩影 他们不愿在乱世 出卖节操和才华 退避于此 一边鉴定 修普自画 一边粗茶淡淡 谈意论道 守着文化的本分 而资助他们生活的人 是当时上海赫赫有名的 大事业家 颜慧宇 美术师给理学书先生拍照 虽然无缘 虽然无缘见到云启楼四友 还有爱国实业家 颜慧宇 但是 却有幸遇到了他们的后代 以及弟子 他们身处闹市 却本着简朴和安乐之道 或许 这就是陕西北路 最本真的文化性格 剧本中的雅各布 幸存到二战结束 他从小到大的朋友 因为保护他而牺牲 雅各布和朋友的妹妹结为夫妻 1950年 他们去往新成立不久的犹太国家 以色列 陕西北路一直在这里 因为有人 因此有了路 在中国 恐怕没有另外一条街道 汇聚了如此多的 中国近代名人和著名家族 也没有另一条街道 将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 两个都曾处于苦难中的民族 连接到一起 这条历史人文之路 见证了百多年间 上海人精致的生活方式 美术师在陕西北路 寻找电影原型雅各布的生活 却找到一条 因为生命而延展开的历史河流 优优独播剧场——